大家好,我叫王帆 是来自于Google Ads的开发者关系团队的技术推广工程师 那我本身是负责支持台湾和香港的代理商 所以今天一直在接大家上楼 所以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今天我第一个分享是关于Google Ads API的一个总览 那我们看一下大革之的议程 首先是在开始使用Google Ads API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然后会为大家介绍两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资源和服务 分别是Resource和Service 然后会着重介绍几个关键的服务 怎么样使用Google Ads的两个关键的Service 然后我们会尝试使用REST的方法 去调用Google Ads的API 再接下来是刚才向非为大家介绍过的 我们推出的两个全新的开发者工具 帮助大家提高开发的效率 然后是最后关于我们的用户端程式库的一个大致的简介 OK 那在开始使用Google Ads API之前 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申请一个Google Ads的经理账户 我们知道Google的广告是运行在一个独立账户上的 那一个独立账户可以从属于一个或者多个经理账户 那我们这里要首先申请一个经理账户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开发人员服务 就是developer token 用来标识一个开发者的身份的一个认证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账户 也就是一个独立的Google Ads的客户ID 那么对于这个账户呢 我们可以发送API请求 然后创建广告啊 报表等等 再往下我们会在Google API console中去申请一对 OAWS的客户端的ID Cline ID和Secret 用来代表我们去访问API的一个应用程式 那么通过Cline ID和Secret 我们再去进一步获取OAWS的Access token Refresh token 那我台湾的国语不是很好 这个翻译成叫存取服务或者更新服务 一般我们会用英文的一些terms 叫refresh token和Access token 那今天下午我们会有一个具体操作的一个session 大家可以有机会亲自去操作一下这些步骤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获得一个开发者 开发人员服务 也就是developer token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登陆Google Ads的经理账户 在Tools API Center这个页面里面 去点击一个申请的一个按钮 然后申请创建一个developer token 那大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我的developer token是属于到一个经理账户的 但是它不会限定我们 只访问这个经理账户下面子账户的API数据 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开发者的一个身份的标识 但是在后边我们会有一个OAWS的过程 我们会有一个用户授权的过程 授权我们的ClientID Client Secret 或者一个Access Token 那OAWS2的Access Token 因为它有一个用户授权的过程 所以说它会限定我们 只访问某些特定的账户 也就是说经过用户授权的这个用户 有权限操作的Google Ads的账户 那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 Devitable Token在这里更像是一个Driver License 一个驾驶执照 它代表了我们具有了开发者的权限 而OAWS2的Access Token 更像是一个怎么讲 更像是一个汽车的行驶证 它说明我们能够访问某些 某辆或者某几辆特定的车辆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获取OAWS2的一个认证凭证呢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Google API的一个主控台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然后在API Library 就是API程式库这个页面中 去启用Google Ads API的权限 然后进入Credential页面 然后选择创建凭据 然后根据提示选择 类型是OAWS2的ClientID 然后选择程式的方式是Install 以安装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取一对ClientID 和ClientSecret 那下午的CodeLab session里面 大家会有机会去实际操作这些步骤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OAWS2的ClientID和Secret 事实上是代表了 网络API的一个应用程式 那我们需要更进一步 通过一个用户的授权 把ClientID和Secret 来换取OAWS2的Access Token 和Refresh Token 那么我们有两种方法去做这件事 第一种是手动的送出一个 HTTP的请求到Google的OAWS2的Server 但是这个URL的拼写会比较复杂 我们要在里面包含很多的不同参数 包含我们不同的OAWS2的签章等等 所以这不是我们推荐的做法 那其实在我们的所有的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客户端 Client Library里面 都会有一个文件夹 叫做认证 Authentication 这样一个文件夹 我们可以直接去下载一个应用程序客户端 比如说PHP的Client Library 在验证这个文件夹下面去执行一段脚本 会帮助我们生成一段Refresh Token和Access Token 这是我们更加推荐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用PHP的程式客户端来做一个示例 首先我们需要去Bithub上下载一个PHP的Client Library 然后进入到Examples Outhentication这样一个文件夹中 然后去执行一段脚本 执行的语法是PHP Outhentication means Stand Alarm Application PHP这样一个脚本 然后第二步脚本就会提示我们去输入 我们刚才申请的Client ID和Client Secret 第三步是一个可选的步骤 脚本会提示我们说 你的程序除了希望访问Google Is API之外 是不是还希望能够访问更多的Google的服务 我们梦论的情况下 直接点Inter 直接跳过 就是No 那再下一步 我们的脚本就会帮助我们生成一段很长的URL地址 也就是Google Outhentication Code的生成地址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这段URL地址 这个Authentication Code 那么我们需要选择一个Google的账户来进行登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登录的用户必须对一个或者多个Google S的账户有操作的权限 然后登录之后进入第二步 那Google会提示我们Google Google Ads API这个应用程式会尝试访问我们的Google Ads API 从而去管理我们的广告系列等等 是不是允许 那这里我们点Yes 第三步 Google就会帮助我们生成一段Code 也就是Authentication Code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把这段Code拷贝下来 然后重新粘贴回我们的脚本里面 然后我们的PHP脚本就会帮我们生成一段Refresh Token 和其他的一些配置信息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Refresh Token和其他的信息 粘贴回Google Ads API PHP 到AI这样一个配置文件中 那我们的Client Library就会基于这个配置文件进行运行 然后我们可以运行其他的Code example 那这里介绍两个基本的概念 资源和服务 也就是Resource和Service 我们知道在Google Ads API中 我们来操作的基本单元 是一个称之为Resource 也就是一个Service 那里面包含到广告活动 Campaign 客户 Customer 广告群组 AdGroup 关键字 Keyword等等 那我们如果使用过AdWords API的话 会知道在AdWords API里面 每一个Resource都是以一个数值性的ID来唯一标识的 比方说123456代表一个广告活动等等 但是在Google Ads API里面 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变更是 会通过ResourceName 也就是资源名称 来唯一的标识一个独立的资源 比如说这是一个事例 Customers-1234567-Campaigns-987654 这是一个ResourceName 用来标识到ID是1234567的Customer下边 987654ID的一个Campaign 这样一个推向 那事实上这种方式虽然看起来会变得更长 变得更复杂 但是事实上它会更加符合Rest API的一个设计规范 而且我们可以把一个ResourceName 直接放到一个URL地址中 来访问这样一个独立的资源 那下边这个URL地址就是一个我们访问独立资源的 一个HTTP的请求的地址 那前面看到的是Google Ads API.com 这样一个主题语名 然后我们访问的API是唯一的版本 然后后面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ResourceName 用来代表我们这个广告活动 如果说在我们的HTTP请求中 已经包含了特定的HTTP的请求头 包括Gasets Token Developer Token Login Customer ID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Gat的请求 访问这个地址 获取一个完整的广告系列的一个对象的资源 那里面会包含到Campaign里面所有的字段 虽然说有些字段可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所以通过ResourceName访问一个独立资源 不是我们推荐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会返回很多很多的Resource里面的Fields 那会增加网络的数据传输量 我们更加推荐的方式是通过Google Ads Service 来执行Google Ads的查询语句 去选择那些我们希望去操作的字段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网络数据的一个传输的数据量 后面我们会对Google Ads Query Language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对应到每一个Resource每一个资源 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叫做服务 比如说对应到Customer Resource的Customer Service 对应到Campaign Resource的Campaign Service Add Group的Add Group Service等等 那在所有Service里面我们都支持了一个叫Mutate的操作 用来对资源进行增添修改和删除的操作 比如说MutateCompaign Service里面会有一个叫做MutateCompaign 这样一个方法 它会接受一个参数叫做MutateCompaign Request 里面会指定不同的操作 是创建更新还是删除 然后返回的是一个MutateCompaign Response这样一个对象 里面包含了我们的一个进行数据更新的一个操作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 一个Mutate操作的大致的一个结构 那最右侧是我们的服务用户端 是我们的Compaign Service这样一个服务 它里面包含了一个方法叫做MutateCompaign 这样一个方法 MutateCompaign方法会接受一个参数叫做MutateCompaign Request 也就是中间这个对象 里面会包含两个字段 第一个是Customer ID 就是我们希望去操作的Google Ads的账户的ID 另外一个字段是一个数组型的一个对象 一个属性叫做Compaign Operations 也就是我们希望进行的对广告活动的一个操作 那每一个Compaign Operations里面都会包含一个 叫做Action的这样一个字段 我们可以指定这个Operation是创建更新或者删除 也就是说在一个MutateCompaign Request里面 我们可以同时的进行多个Operation的操作 可以同时的进行创建删除或者更新的操作 如果我们进行的是创建或者更新 同时还要在Compaign Operations里面包含到一个具体的资源 Compaign里面的资源 因为它里面会有不同的属性 告诉我们应该去创建更新哪些字段 另外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Field Mask 那我台湾国语其实很差了 我觉得这个翻译有点怪怪的 然后叫蓝位遮罩 它的意思是说在更新操作的过程中 我会包含了一个完整的resource资源 叫做Compaigns 包含了很多字段 但是我只希望在Google Ads的后台更新到某几个字段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几个字段放到我们的Field Mask里面 就是蓝位资料里面 那就会告诉Google 虽然我上传的是一个完整的Compaign的对象 但是你只需要帮我更新这样几个字段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大大的提高Google Ads的后台 对一个对象的一个更新的效率 这是我们Google Ads API一个新的功能 那我们再来看两个特殊的服务 我觉得这个应该翻译成观念服务 因为特殊服务会让我有一点点不好的联想 刚才向非也提到了 刚才向非也提到了 在我们新版本的API里面 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查询接口 叫Google Ads Service 用来统一的执行Google Ads的查询语句 叫做GATL语句 这是我们的缩写 通常我们会用缩写来代表Google Ads的查询语句 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slack的一些字段 from一个resource 或者entities 然后wire 指定一些condition的条件 otherby 那otherby 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在以前的AdWords API里面 不支持排序的操作 所以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增强 就是支持了otherby的一个动作 然后最后是limit 指定一个返回结果的数量 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 Google Ads Query Language的一个具体示例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广告系列的ID 广告系列的名称 from campaign 广告系列这样一个主的resource 然后order by campaign.id disk 它的大意是说 我们会查询账户中所有广告系列的ID和名称字段 然后按照广告系列的ID进行降序的排序 那这个语法和JQL的语法和SQL SQL看起来是非常相似的 但事实上有两个非常大的区别 我要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支持 SQL语言里面的joint的操作 就是多张表之间的关联操作 因为事实上在Google Ads API里面 我们所有的resource 所有的资源 都会有一个隐式的关联关系 比方说ad group属于一个campaign campaign属于customer 所以说我们会 如果是select from ad group的话 我们可以同时在select list里面 去指定到campaign的字段和customer的字段 所以说就是在主的resource里面 我们会有一些attribute resource 我们的概念叫attribute resource 也就是影视关联的一个其他的资源 那后面我们再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第二个概念叫做segment field 就是我们在geqlo里面不支持group by的操作 不支持分组的操作 我们有一种字段类型叫segment 就是对一个报表返回的结果 进行不同的分行 比如说我们的select list里面 包含一个叫device segment的字段 那么我们报表返回的结果 就会按照每一种device的类型 比如说mobile,pc,laptop 分成不同的报告的行 那这是我们geql和sql 两个比较大的差别 那对大多数的resource来说 我们可以同时去选择这样两种的字段 第一种叫指标 其实应该是叫metrics 事实上这个代表了广告的一个表现效果 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metrics 点击量 metrics 展示数量等等 那这些可以跟resource的字段同时去slap 另外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叫segments 翻译叫区隔 比如说时间是一种segment device是一种segment add network tag是一种segment 那如果在select的list里面出现了一个segment的字段 我们就会把报表的查询结果 按照每一种segment的值分成不同的行 这个概念其实在awql 在adwords的API里面也是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 那我们会selectcompany.name company.status segmentdevice 然后选择metrics的字段 包括impression glicks metrics ctr等等 fromcompany 然后指定一个条件是segmentdates during last 30 days 这样的话就会返回一张报表 是会查询到在过去30天内 我们所有的广告系列 在不同的设备上 比如说PC和laptop上 具体的表现是怎么样子的 那表现的数据包含到展示数量 点击数量 点击率 ctr等等 ok 这是我们awql 的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metrics和segments 可以跟resource的字段同时去slug 那其实大家 下面一句话其实非常关键 那么segment的查询会传回一列资料 当中会包含所有查询的主要资源 以及每一个segment值的每种组合 它会对应到我们查询报表里面的每一行 一个单独的一行 ok 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ok 那说明我讲的还比较清楚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比较符合的概念 比如说resource之间的影视关联 attribute resource 然后metrics字段 然后segment字段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知道哪些字段 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select list里面呢 通常来说我们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我们可以查看 google ads api的一个参考文件 也就是documentation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是google ads api的一个官方的文档 我们尝试点击add group这样一个resource 这里是google ad group 这个resource的具体的一些特性的说明 比如说它有一个字段叫attribute resource 我们点开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包含两个resource类型 一个是company 一个是customer 也就是说当你从add group里面去选择字段的时候 去add group作为一个主resource 进行查询的时候 可以同时去选择company和customer里面的字段 然后另外一个是metrics 我们同时的还可以去选择 所有支持的这个列表里面支持的所有的这些metrics字段 包括impress click ctr等等 还有一个叫segments字段 我们还可以同时选择这个list里面的所有的字段 那attribute resource和metrics和segments 这三种属性集合起来 我们可以在selectable ways这个属性里面去看到 这里面会列出到customer customer两个attribute resource 还有我们支持的所有的metrics字段 还有setment字段 所以大家在构建自己的geql插询与对的时候 可以参考我们的官文档来评写 第二种方式是google事实上对所有它开放的API 提供了一个叫rest discovery API的一个接口 用来对我们的API的数据模型 还有service模型进行描述 那这个它是一个完全json的结构 会对我们每一个resource每一个service 进行了一个具体的model的定义 但事实上这个rest的格式比较复杂 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我们目前没有支持已有的工具可以去做解析 所以这不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方式 事实上我们最推荐的方式是通过google ads field service 是我们另外一个关键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其实有点类似于拉出一个resource的meta信息 它会告诉我们比方说我们可以访问一个URL地址 google ads的API的hostname 然后VE版本 然后访问google ads field service 的campaign 后面跟slashcampaign 这样的话它就会返回回 可以跟campaign这个resource 同时去选择的attribute resource里面的字段 还有matrix的字段 还有segment的字段 也就是说帮助我们去拉去到campaign这个resource的 所有的meta data的信息 那这是我们要着重介绍的第二个service google ads field service 那么下面我们会来看一下如何使用rest的方式来访问google ads API 那从功能性上来讲 我们的rest API提供了跟grpc呼叫相同的功能方式 但是rest API会以json作为请求和响应的消息体 所以用户可读性会更高 那么我们对于我们可以通过rest API发送post的请求 也就是一个mutate的操作来进行对一个资料的更新创建以及删除 但同样的在我们的应用端 用户端程式库里面 在client library里面 我们也不再提供单独的create update和delete的方法 也会用统一的mutate的方法来执行一个resource的更新创建和删除 那google ads API的rest service跟传统的rest service的区别 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不支持put patch和delete 这样一些标准的传统的rest的一个htt的操作 我们会用统一的get请求来获得资源 会用统一的post请求来mutate一个资源 这是跟传统rest API的一个差异 那相比于adwords API 我们可以使用curio工具postman的工具 直接发送一个htt的请求来访问我们的rest API 所以比以往访问adwords的webservice的API方式会更加容易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curio工具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到一个具体的service地址 那这个service这里要指定customidgoogle ads.search 也就是google ads service里面的search这样一个方法 进行google ads的查询语句的执行 那在消息题里面我们会包含到一个geql的语句 会selectcampaign.id,campaign.name,fromcampaign,orderbycampaign.id 然后按照将计排序 那这里我们要在http请求中包含很多的消息头 比如说第一个是authorization 我们要里面去指定生成的access token go ads2的access token 然后指定content type是application.json 然后develop token是我们在经理账户里面申请的开发者的身份标识令牌 然后刚才向飞也介绍过了login customer id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以一个经理账户的用户进行了oads授权 但是通过API访问一个独立账户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这里指定developer token是经理账户的google ads的id 这是我们在google ads API里面一个新的更新 那如果请求成功的话 我们也会以json的格式作为一个响应的消息体 所以是用户的可读性会非常高 OK 后面隆重介绍我们两套全新的开发人员工具 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开发效率 刚才向飞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是互动式google ads查询建立工具 应该我们的一般的叫法是google ads query builder 它事实上是一个网页工具 是构建在我们的google ads API的官方网站上 那我们知道jql的语句的生成会比较复杂 所以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一个要查询的主书resource 然后会帮助我们罗列出可以和这个resource同时去选择的那些栏位 然后从而生成一个快速的生成一个jql语句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示例 我们可以在google ads API的官方网站上 在query language最下面的这个菜单项里面找到这个工具 interactive google ads query builder 我们可以比方说我们要做要固定一个查询语句 去从add group里面去选择字段 可以选择resource add group 然后 在这个list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可以跟add group这个resource 同时去选择的那些字段 首先我们选择几个add group add groupresource上的字段 包括add group name 点添加 add group add group 点添加 因为add group 因为add group的这个resource 事实上是从属于一个company对象的 所以也就是attribute resource 那我们可以选择company里面的字段 比如说company.id 比如说company.id 点添加 ok 那同时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广告效果表现的数据 包括metrics这段 我可以选择metrics的average cost 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报表会展示在不同设备上的表现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segments的 比如说segments的device 可以添加 ok 然后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过滤的条件 比如说我希望看到的是过去7天的报告 报告结果 那这里就可以选择segment.date 选择操作服务是during 然后during last seven days ok 那这个页面的最下方 工具就会帮我们生成一段完整的gql语句 我们可以看一下 会selectadgroup.name 然后comment id 刚才我们选择的metrics 包括average cost clicks segments device from adgroup 然后选择的condition条件是date during last seven days 我们可以直接拷贝粘贴到这条查询语句 到我们的程序里进行执行 所以这个工具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 直接ql的一个生成效率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工具 第二个工具叫做adwords google ads api web navigator 那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今天在做的那个同学的杰作 那个今天ok 还在外面解渴 这个工具呢 大家在开发过程中可能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进入到了google ads ur的一个页面 然后操作了一些功能 但是事实上我找不到对应的api的入口 所以我经常会说到开发者的问题 说那这个页面这个功能它对应到哪个service 所以我们的那个同学就开发了这样一套工具 然后事实上它是一套chrome插件 我们需要去chrome的应用市场上去下载 安装到我们的浏览器里面 这样的话当我们进入到一个google ads ur 那在这个工具里面就会显示出 这个页面对应的具体的api service是哪个 然后对应的哪些gad的说明文档 我们来尝试一下做下dem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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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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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大家会有一个关于我们的slug的pdf文件 里面会有相关的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链接去安装这个插件 叫adwords google as web navigator OK 比如说当我们装了这个插件工具之后 再进入到cumpin这个页面 然后它会出现在我们浏览器的一个插件的列表里面 点击这个页面 让我们看到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们代表失败了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今天好像是需要share entire screen 那后面的collab session里边 我们再会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个 不好意思 台湾话应叫daisy对吗 ok 那最后是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用户端程式库 也就是collaborate 那我们知道我们google ads的api 是一种定义两种访问方式 一种是rust 一种是grpc 那我们的所有的用户端程式库 climate library都是对grpc的封装 也是我们更加推荐给大家的去访问API的一种做法 目前我们已经支持到了java php pezen ruby.net 五种主要的语言 基本上能够涵盖市面上主流的开发语言 那我们所有的这些用户端程式库 都可以在github上去clone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程式库 直接去使用 然后使用用户端程式库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它能够自动的帮助我们处理整个oos的认证流程 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climate id climate secret 它能够帮助我们生成refresh token 而且不用去担心access token过期的问题 我们的refresh token会帮助我们自动来进行定期的更新 第二个好处是在用户端程式库里边 我们已经包含了大量的代码实例 code example 我们可以基于这些实例去快速的学习 上手使用google ads api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些code sample 进行一个简单组合 可以快速的搭建一个自己的原型 一个产品的原型 那下午我们还会有一个专门的session 关于google ads api的用户端程式库的详细介绍 我们下午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这是我们一些相关的资源 刚才向北也给大家做个介绍 关于我这个分享大家有什么其他问题吗